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从对称性还是风水学来讲都是有利的 因为单数容易使感情变得复杂 如第三者的出现 在现实中也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 2.床位冲煞 很多人为了好看 会布置一张大床 而此时如果你的婚房不够大 那么大床可能会带来冲煞的可能性 床大房间小 代表床会占据大部分空间 很可能就会与房门相冲 从而产生门煞 所以会对以后的婚姻生活不利 其次 床大还可能出现脚煞 四个脚完全被占据 风水不稳 造成感情动荡 3.婚房即地下室 以地平面以上为人住的地方 称为阳宅 地平面以下为往生者入土为安之处 称为阴宅 办喜事应该避开地下室 地下楼进行 否则容易在事后感情转弹 事业生变 4.婚房窗户 在选择婚房的时候 要注意卧室中是不能有两扇窗户的 从风水斜角度来看 两扇窗代表哭的意思 这是一定要避免的 否则对新婚夫妻的感情是非常不利的 还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 5.结婚婚房颜色 婚房的颜色千万不可欺粉红色 会使神经衰弱 而且扶起多口角 因此闹出悲剧者不在少数 既五时花色 不要梗坏油漆 卧室地皮应浅色 太深似入地狱 地皮最好不要铺地毡 容易潮湿生煤气 生气管 尤其颇长沾更为不利 6.婚房家具 婚房当中摆放的家具也是要考虑的 要根据婚房的大小朝向来选择 家具是不能占据太多室内空间的 这样会使房间显得非常杂乱 新婚夫妻在购买家具时以少而精 要选择形状简单大方的家具 不宽敞的新房是不宜选用横向 面积大和低矮的家具 因为这样的站地面积多 会使空间的利用率变小 结婚一定会拍婚纱照 婚纱照作为两人爱情的一种见证 在一个家庭中自然是占据着极大的地位 因此对于婚纱照的保护 自然也就十分重要了 那么在风水鞋中 婚纱照摆放的最佳风水在哪里 有什么禁忌呢 一起来看看吧 一 客厅挂婚纱照 新人可以在客厅摆放两人的婚纱照在西北方 在风水鞋方位上来讲 客厅西北方是代表丈夫 新南方是代表太太 所以如果在西北方上挂上婚纱照 表示丈夫会一直对太太恩爱 对自己的妻子会很重视 两人的感情也会很深厚 所以建议在客厅西北方悬挂婚纱照 在西南方挂上两人甜蜜的合照 促使两人一直恩爱下去 二 一放在卧室 小夫妻的卧室同样是放置婚纱照的好位置 在风水中 卧室的西南方以及西北方代表着婚姻关系 在卧室的西北方和西南方悬挂或者摆放一幅婚纱照 预示着夫妻之间的互爱互助 平等和谐 可令夫妻之间温和的感情生活更加稳定 三 一放床头 婚房卧室的床头以摆放婚纱照 床头代表坐山 坐山代表丁 向山代表风水 结婚照放在床头 代表夫妻间有良好的感情生活 结婚照放在向山 代表两人在金钱上有很多瓜葛和纠缠 但这意识好的方面代表二人感情深厚 结婚照不能放在床的右方 看鱼鞋中称右方为白虎位 在此方会对婚姻造成不利 结婚照亦放于床的左方即青龙位 可使二人婚姻孕获得加持幸福美满 四 结婚照不宜冲房门 作为信任爱情的纪念 结婚照当然是放在婚房最合适 小心结婚照的白发不限 因为它小 需要关注的是大婚照 又重要大的结婚照 不宜挂在床头 不宜挂在影响房门的墙面 因为它们会被门器锁冲 间局越近 越是趋于正对 效率越大 尤其不宜被人从门户处直接看到 这个顾及的主要原因在于隐私外泄 婚照是私人物品 更何况能看到婚房内的婚照 也就能看到婚房内别的更多区域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